前年因为在歌唱节目中 和Hebe合唱一首《野子》 征服了千万粉丝的内地创作才女苏韵盈 近日来台出席了媒体见面会 被封为鬼马精灵的她 连photo call时间都自己玩得超high 不过难得现身台湾 当然要秀一下成名曲 苏韵盈这次带着全新专辑《明明》来台 由金曲奖制作人陈建奇为她量身定作 苏苏不讳言自己很想争取今年的金曲奖 不过大家都知道 苏苏很喜欢歌手JJ林俊杰 她更大方透露 早前JJ在《我是歌手4》节目中 担任徐佳盈的帮唱嘉宾时 自己还特地去敲门见偶像 然后我就看到她我就 因为当天我敲了她们 我就说JJ你好 我是苏韵盈 我很喜欢你 她非常的冷静 嗯 好 我知道 就是因为她就是从别人的口中 老是听说我很喜欢她 但是从来就没有见过我 然后我们两个也完全没有交集过 然后这一次 哎 就是我觉得嗯 好像就这一天要到 要遇见她了就 我只要她在旁边的时候 嗯 我就去了找了她的经纪人 她经纪人超好的呢 带着我闯进她的房间 所以她当下的反应是冷漠的吗 还是 不冷漠就感觉 我觉得是白羊做另外一面冷静的一面 因为我也会有那一面 对 所以我觉得挺好的呀 拽拽的样子我也很喜欢